姐,你看我哪里像他们? 女孩指着墙上的全家福,眼神里充满了不屑,他们就是一对老农民。 姐姐看着她,心痛地说他们是我们的父母啊。 谁能想到,一个简单的全家福,竟会掀起一场足以撕裂整个家庭的风波。 深秋的江南小镇,细雨绵绵。 在镇上最繁华的商业街上,一家名为星成传媒的摄影店里,陈家正在拍摄全家福。 这是为了庆祝小女儿林月考上重点大学,月月,往爸爸这边靠一点,摄影师指挥着。 林月皱了皱眉,不着痕迹地往旁边挪了挪。 她今天穿着一件米白色的羊绒大衣,浓密的长发,经过精心打理,妆容精致。 站在她身边的父母,却穿着普通的变装,手掌因常年劳作而粗糙发黑。 好了,大家看镜头,说,茄子。 摄影师喊道,茄子,除了林月,其他人都笑着喊出声。 林月只是勉强扯了扯嘴角。 妹妹,你今天怎么了? 姐姐林方看出了妹妹的一样,小声问道。 没什么,林月冷淡地回答,眼神却一直盯着刚拍好的照片。 照片里,她白皙的皮肤,精致的五官,与父母有黑粗糙的外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回家的路上,林月一反常态地坐在最后排,不时打亮着开车的父亲陈大明和副驾驶的母亲王岚。 她从手机里调出一张照片,那是她刚出生时的照片。 奇怪的是,照片上的婴儿并没有新生儿常见的红种,妈。 我小时候是在哪家医院出生的,林月突然问道。 王岚愣了一下,县医院呢,怎么突然问这个? 具体是哪家县医院? 就是,就是老县医院,王岚的声音有些发颤。 林月冷笑一声,老县医院。 我查过了,那家医院在我出生前一年就倒闭了。 车内瞬间安静下来,陈大明的手在方向盘上微微颤抖,王岚低下头不说话。 林方惊讶地看着妹妹,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去查这些。 当天晚上,林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开始在网上搜索各种关于患子、报错的新闻。 她发现很多案例中,被调换的孩子往往与父母的外貌、体质都有明显差异。 而她,恰恰符合这些特征,白皙的皮肤与父母的有黑形成对比。 纤细的骨架与父母壮士的体格完全不同,就连性格也与家人格格不入。 最重要的是,她从小就有严重的花粉过敏,这在一个常年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家庭里显得尤为突兀。 第二天一早,林月直接找到正在院子里劳作的母亲,妈,告诉我实话,我是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王岚手中的锄头差点掉在地上,你,你怎么会这么问? 别装了,林月冷冷地说,我早就怀疑了。 你们看看我,再看看你们自己,哪里像是一家人。 王岚的眼眶红了,月月,你怎么会这么想? 你就是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妈妈怎么会认错? 是吗?林月从包里拿出一叠资料,我查过了,像我这样的花粉过敏, 是有遗传倾向的,可是我们全家就我一个人有这个毛病。 王岚愣住了,他没想到女儿会查得这么细。 正在这时,陈大明从外面回来,听到这番对话,脸色顿时变得铁青, 你这孩子,怎么尽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 陈大明怒道,不着边际,林月冷笑,那你们倒是解释解释, 为什么我的出生证明上写的是已经倒闭的医院? 为什么我从小到大的生活费都是姐姐在出? 为什么你们从来不让我去医院检查身体? 林方文声赶来,看到这一幕,连忙上前劝阻, 月月,你别这样,爸妈对你的心理还不明白吗? 明白什么? 明白他们把我从别人家偷来,毁了我的人生吗? 林月歇斯底里地喊道,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觉得跟这个家格格不入了。 就因为你们,害得我活在谎言里二十年。 王岚一下子瘫坐在地上,泪如雨下,陈大明的拳头钻得死死的, 却说不出一句话。 林方看着这一切,心如刀绞,既然你们不说实话,那就做亲子鉴定吧, 林月提出了最后通牒,不然我就去报警。 这句话如同一记重锤,击碎了这个家庭最后的平静。 王岚浑身发抖,陈大明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恐惧。 林方想说什么,却被林月冷冷地打断, 姐,你别劝了,这件事我非查清楚不可。 接下来的几天,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林月搬去了学校宿舍,只在周末回来收拾东西。 每次回来,他都会把从网上找到的各种关于患子案的新闻摆在父母面前。 你们看看,这些被调换的孩子,最后都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他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教授,有的是企业家。 我就说嘛,像我这样的条件,怎么可能是你们这样的农民生的? 这样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王岚和陈大明心上。 可他们除了沉默,似乎什么都做不了。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王岚终于松口了。 好,妈妈陪你去做亲子鉴定。 林月有些意外,但很快露出胜利的笑容,终于肯说实话了。 不是,王岚疲惫地说,我只是不想看到你这样怀疑下去。 第二天,母女俩来到市里最权威的司法鉴定中心。 在等待采集样本的过程中,王岚一直紧紧攥着手提包,直接发白。 林月则心不在烟地刷着手机,仿佛在等待一个早已知道答案的考试成绩。 王女士,请跟我来,护士叫到王岚的名字。 王岚站起身时踉跄了一下,林月下意识地伸手扶了她一把,但很快就收回了手,仿佛触电一般。 在等待结果的这段时间里,林方找到了林月,妹妹,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鉴定结果证明你真的是爸妈亲生的,你要怎么面对他们? 林月不屑地说,不可能。 你没发现吗? 从我提出做鉴定开始,他们就心虚得很。 你错了,林方叹了口气,他们不是心虚,是心疼。 妈这些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我听见她在房间里偷偷哭。 林月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 姐,你还记得我小时候生病,为什么都是你照顾我吗? 为什么爸妈总是不在? 林方的眼神闪烁了一下,因为,因为他们要在地里干活呀。 你又在撒谎,林月冷笑,我查过了,那时候爸妈根本就没有承包那么多地。 他们是不是心里有愧,所以不敢面对我。 就在这时,林月的手机响了,是鉴定中心打来的电话,告知她可以去领取报告了。 第二天一早,全家人聚集在客厅。 林月手里拿着那个白色的信封,迫不及待地拆开。 当她看到结果的那一刻,整个人愣在原地,鉴定报告清清楚楚地显示,亲子关系成立。 王岚就是林月的亲生母亲。 客厅里一片死寂。 林月的手微微发抖,报告差点掉在地上。 她不可思议地看着父母,又看看报告,再看看父母,仿佛在确认这是不是一场梦,现在你该相信了吧。 林方轻声说,不,不可能,林月难难自语,一定是哪里搞错了。 这时,王岚突然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旧铁盒。 盒子里装着一叠发黄的照片和一本日记本,月月。 这些年,妈妈一直想告诉你一个真相,王岚的声音有些哽咽,你确实跟我们不一样,但不是因为你不是我们的孩子。 而是因为,王岚翻开泛黄的日记本,颤抖着声音独到。 1999年8月15日,今天月月又发高烧了。 医生说她的免疫系统特别弱,需要长期调理。 为了给她治病,我和她爸决定去广东打工,林月呆呆地听着,眼眶渐渐湿润,那时候你才三岁。 王岚继续说道,因为你的体质特殊,我们不得不把你留给姐姐照顾。 我和你爸在广东的玩具厂里打工,一干就是十年。 陈大明接过话头,工厂里全是化学原料,我们的皮肤就是那时候被化学品染黑的。 特别是你妈,每天要在喷漆车间工作十二个小时,就为了给你治病,攒学费,王岚擦了擦眼泪,我们知道,只有让你好好读书,才能真正改变命运。 林方从铁盒里拿出一张银行存折,你以为生活费是我出的,其实都是爸妈寄回来的,我只是个传话的。 他们怕你知道他们在做苦工,会自卑,林月翻看着日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他的每一次生病,每一次打针吃药,还有父母在外打工时的心酸。 有一夜已经被泪水浸湿,字迹模糊,今天是月月生日,听说她会被鼓湿了,真想马上回去看看她,但工厂里最近订单多,不能请假。 看着手机里她的照片,心里又疼又甜。 我的月月,一定要健健康康地长大呀,泪水终于从林月眼中滚落。 她这才明白,为什么小时候生病,总是姐姐陪在身边,为什么父母的手那么粗糙,皮肤那么黑。 为什么他们不愿带她去医院检查,他们害怕她知道自己的体质问题,更害怕她为此自责,那个倒闭的医院,林月哽咽着问,是我们撒谎了。 王岚说,你是在市医院出生的,但那时候农村户口在市医院生孩子很难,要交很多钱。 我们托人把出生证明上的医院改成了县医院,林月再也忍不住,扑到母亲怀里大哭起来。 妈,对不起,对不起,王岚紧紧抱住女儿,傻孩子,你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怎么可能认错呢? 陈大明在一旁默默擦着眼泪。 林方看着这一幕,也红了眼眶。 这一天,林月终于明白,血缘关系不只是体现在外表上,更体现在那些深深的爱与牺牲中。 她的父母虽然是农民,但他们的爱比她想象中的任何优渥家庭都要伟大。 一年后,林月大学毕业。 在毕业典礼上,当她看到台下坐着的父母,那一双双倍岁月和劳作魔力的粗糙的手,她第一次感到无比自豪。 她明白,正是这双手,托起了她的未来,正是这份农民的坚韧,让她拥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在她的毕业论文致写中,她写道,感谢我的父母,是你们用最朴实的爱,教会我生命最珍贵的价值。 血脉相连的不只是基因,更是那些刻骨铭心的付出与责任。 现在,那份亲子鉴定报告被表起来挂在林家的客厅里。 每当有人问起,林月总是笑着说,这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礼物。 她让我明白,世界上最宝贵的,不是你的出身,而是爱你的人的心。 那个装着日记和照片的铁盒,如今成了林家最珍贵的传家宝。 她见证了一个家庭最艰难的岁月,也见证了人世间最质朴最真诚的爱。 泛黄的日记本上,依然能看到那些深深浅浅的字迹,诉说着父母的爱有多深,也诉说着成长的道路有多长。 而那些曾经的质疑与伤害,最终都化作了谅解与感恩,成为了这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二个故事,岔生女儿。 我爸是名校导师,我妈是文学博士,但只有我姐继承了他们的优秀基因。 至于我,只会马卡巴卡,是他们家接的苦瓜。 后来他们离婚了,我姐选择了跟我爸,因为我不想要一个智障妹妹。 我,妈妈,要开心啊,马卡巴卡。 好在我妈听劝,她开心地辞职去创业了。 长大后,原本智商超群的姐姐差点被我爸逼成神经病。 而我,马卡巴卡的成了富二代。 小时候,我一直觉得我爸不太聪明亚子。 平时在家生活不能自理,全都靠我妈就算了,出门还经常被人骗。 那时候,我考试成绩不好,她同事随口说了一句,这孩子智障吧。 她当真了,甚至真的偷偷带我去检查。 明明医生都说了,这孩子的智商没问题,还挺活泼乐观的。 她就是不信,硬是带着我年转多家医院,甚至还找了一些什么神医偏方。 被人骗了不少钱,直到被我妈发现,大吵了一架。 人家背后也说,你是脑残,你怎么不当真呢? 她竟然去找了第一个说我是智障的那个人对质。 结果人家笑笑说,我随口说的呀。 但是关于我是不是智障这件事,引发了她办公室的广泛讨论。 茶余饭后,总有人议论,她逃离满天下,自家皆苦瓜。 他们说着玩的,我爸越来越当真了,他想把我丢了。 第一次是一个儿童节,她开车两个多小时把我带到临县郊区的游乐场, 给我买了一瓶水,让我在原地等,然后就消失了。 讲道理,别人偷偷议论她脑残,她真的应该反省一下。 我那时候都八岁了,而且我不是智障啊。 等了两个小时,我跟陌生人借了手机打了电话。 又一直等到天黑,我妈匆匆把我找回家。 我爸说,这孩子怎么到处乱跑呢? 顿时我就很愤怒,我一直在原地。 也给你打电话,你接一下就挂了。 她瞪我,你什么时候给我打过电话。 我妈,手机拿出来,我看一下通话记录。 我爸,难怪说她脑残吧。 那之后,我妈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火。 她说,你把她扔了之前,甚至一个项目都没带她玩。 她还说,你甚至只给她买了一瓶水。 不是娃哈哈。 我爸当然不承认,她是要把我扔了。 那次我妈打了我爸一巴掌,我爸打了我妈一拳。 由于我妈伤在脸上,出去被人看到了。 我爸说,我妈是疯子,诬陷她要把女儿扔了。 这下,他们学校所有人都知道,我爸不但有个智障女儿, 她还是个家暴狂。 我爸第二次扔我,还特地做了个计划。 那年我们回老家,亲戚聚会,我妈喝大酒喝猛逼了。 她立刻开车,把我带去扔在了荒郊野外。 我追着她的破车一直跑,还朝车扔石头, 却还是无力阻挡那辆破车消失在我的视野里。 据说她回家之后,就到我奶房间一躺, 让我奶给她作证,说她一直没出去过。 完美,可惜她一点都不了解我。 我脑子是不好使,但我四肢发达呀。 愣是翻山越岭两天一夜,找回了家。 走到黎明时看到了我妈慌张找我的身影。 我冲过去就抱着她大哭,并控诉我爸是个脑残。 我还没上车她都没发现。 回到家,一群亲戚围着骂我。 小小年纪怎么还撒谎呢? 是你自己贪玩吧? 我奶奶更是例证,我爸一直在她房间里,没出去过。 我大叫,我拿石头砸了她的车,砸了三下。 她车屁股上有三个坑。 我爸,我妈跑过去一看,发现那车都是你,车屁股上确实有三个坑。 她恨死了,你是宁愿酒驾,也要把她扔了呀。 我爸这才认了,我喝醉了,糊涂了。 她一直缠着我出去玩,我也没办法。 后来稀里糊涂的,我妈气得发抖,要去报警。 那时候,全家都拦着,劝着。 我妈都没低头,直到我姐姐冲过来,哭着求她。 我爸说,你让我背上暗底,文文怎么办? 文文跟那个智障可不一样。 她可是要有美好的未来的。 我妈跳起来,差点抠了她的眼珠子。 但是报警的事情只能作罢。 我妈怕那个傻播一再把我带出去扔了,终于选择跟她离婚。 本来想把我姐也带走,因为她觉得我爸不配为人妇。 但是不行,我姐太优秀了,我爸家的人不肯放手。 非说我姐是随了他们家的基因,而我是随了我妈家的基因。 我那时候虽然贪玩,也记得我妈都带我搬出去了,还一直在和我爸打官司。 到后来,我乃带着三姑六婆天天去我妈单位上闹。 虽然不影响我妈的工作,可是我妈单位上也有多人议论我是智障了。 我身边的人也变得神经起来。 那天下课回家,突然来了一群小孩围着我,拿着石头,跟我说是糖,让我咬一大口。 我抄起石头,就打破了那群小孩的头。 他们人太多我打不过,就只能被他们一路追杀。 刚好我妈终于让我爸那边答应,让她带我姐回来吃顿饭。 领着我姐刚进小区,远远地就听到有人在喊智障智障。 他们赶紧跑过来,就看到一群小孩一边喊一边追我。 笑死根本追不上。 我灵活地窜到了小区的老羊梅树上,并且朝他们身上扔毛毛虫。 看着他们在底下吓得尖叫乱窜,我哈哈大笑。 傻薄一,当时我姐掉脸就走。 她说,我忍受不了跟这种智障当亲人。 还有,我今天来就是为了告诉你,你别折腾了,我不跟你。 我妈愣在那很久,抬头看看我,又看看手上刚买的一大兜子菜。 下来吧,回家给你烧好吃的去。 那天,她做了烤鱼,盐焗鸡,酸汤牛肉,大肘子,还有酸辣土豆丝。 我吃了三碗饭,她终于笑了。 没多久,我妈就辞职了,带着我换了个城市生活。 我现在想起来,我妈刚离婚的时候,挺难的。 换了工作,她的工资下降了很多。 奈何,我爸离婚以后,就像一头脱缰的野驴。 说好我们姐妹俩的抚养费,她们俩一人一半。 但她疯狂给我姐找一对一家教,报兴趣班。 什么写作,画画,奥数,排球,游泳,编程之类的,就算了。 甚至给我姐报了一个刺绣班,说要她保护飞夷。 我家闻闻这种天才少女,智商高,责任大。 我妈说,没必要吧,孩子会吃不消的。 没多久,我姐打电话来,冷冷地问她,是不是不舍得给我出钱。 我妈只能认了。 最起码在我姐的事情方面,我妈离了婚是血亏。 现在她不但得出钱,还没话语权。 甚至出了钱,打个电话过去,我姐也对她爱理不理。 那时,我妈每天拿着个计算机在那算算算,愁得头突。 好在我比较省钱。 今天钢琴咬我了,明天吃颜料中毒了。 那些破搬我一个没报,不过我省钱却不省心。 我妈还是有羞耻心的。 她一个H大博士,生出我这么一个超级苦瓜。 以前还要管我姐的作业,现在只管我。 每天气到血压飙升。 我在学校跟人打架,她被叫家长。 来的时候,她如临大敌。 躲在办公室门口一偷听,发现我抱着老师的大腿哭。 老师,不要这么对我妈妈。 她是一个可怜的单亲妈妈呀。 老师震惊了,你爸呢? 我,我爸死了。 她死在一个寒冷的冬天。 老师,啊! 她是个酒鬼,酒驾出车祸死了。 老师,啊! 这,老师,我妈只是个小学文化的单身妈妈呀。 求求您不要骂她。 老师尴尬地道,小迷,是你打了人,不是你妈打了人。 我妈,一个文学博士,气得在老师办公室门口发出了气笛声。 但是她没有气很久,很快就变成尴尬了。 老师跟她说,我在学校跟人打架,数学二十八分。 老师问,小迷妈妈,你是小学文化,我知道你教育孩子难,我妈面红耳赤得没敢反驳。 她没敢说,我是只配酒小的喳喳学生。 而她,一中教导主任。 后来我打架,又被叫了几次家长。 我妈百思不得其解。 你到底为什么要跟人打架? 我说,因为我是老大。 我妈,嗨,这怎么解释得清楚? 我就带我妈从六年级的走廊穿过去。 每个班里都有人冲出来叫我老大。 我妈从震惊到茫然到害怕,她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抓住我的衣领,满脸绝望。 小迷,你是不是误入歧途了? 我露出胳膊上马卡巴卡纹身。 不。 妈妈,我只是找到了组织。 一群孩子冲过来,露出胳膊上的小痘痘,小点点纹身。 我妈差点两眼一黑晕过去。 她愤怒地拉着我的胳膊要离开,然后就把我胳膊上的纹身给搓毁了。 我妈,贴的呀。 我,呃啊。 我妈,后来我妈发现我们学校霸凌成风。 我这个组织,就是每个班被欺负过的小学生联盟。 说来也是巧合,我来这学校第一天就有人围着我要我的零花钱。 这节奏我熟啊,以前在老家替市,整个小区的小孩都围着我说我是智障,抢我吃的和零花钱。 我做这些人都做出条件反射了。 就这么一做,我出名了。 全校都知道,六年一般有个老大,他能做出终生。 我一路走过去,做成了学校的老大。 他们买贴纸孝敬我。 我跟我妈说,多新鲜,我们这以前被人欺负了,都不还手的。 直到我从天而降,我妈非常生气,那不是一般的气。 她反手就把学校投诉到了教育局。 学校都疯了呀。 九小那是什么吊车尾学校,谁管这个呀? 突然就被告了。 我妈还雄啾啾气昂昂地带着我去学校找了一群小学生受害者去作证。 我们班主任都傻眼了。 没想通为什么小学文化的单亲妈妈变成了一中教导主任。 事后,老师又找我妈谈话。 我妈可能以为学校想利用她学生家长的身份给她施压。 出门之前还骂骂咧咧的。 反正都要转学了,我还怕她呀。 这种学校就得整治了。 我,对。 差生也是人。 我妈,就是,差生也,说到一半她说不下去了。 跑到学校,我妈刚拉开架时。 班主任,小迷妈妈。 我妈,哼。 班主任,您是博士啊。 我妈,谁懂啊。 有朝一日,她的学历会成为她的难以说出口的污点。 班主任叹气,我知道单亲妈妈不容易,您工作也忙。 但是孩子的学习,您还是得上点信啊。 我妈的气焰瞬间尾了。 不过经过这件事,我妈也想通了。 她觉得我班主任,虽然脾气比较软,震不住学生,但人不错。 神奇的是,她竟然能在我身上找到学习方面优点。 体育成绩一直都是满分。 作文天马行空,不离题的时候都能打高分。 英语发音学得很快,甚至她还教育我妈妈。 您是名校博士,可能很难理解一些普通孩子对知识的理解节奏。 就因为这句话,我妈特别感激她。 你老师夸你是普通孩子。 我。 从那以后,我妈就突然想开了。 她自己不辅导我了,找了个普通大学的大学生辅导我。 把我辅导及格了。 后来又能考八十分了。 我妈满足的都哭了。 她说,人生怎么那么美好,我不用花一点心思。 你成绩还能变好。 但是快乐是她的,我爸什么都没有。 在我中考完了,我姐快高考了。 我妈紧张得整晚睡不着。 因为我姐不接她电话,说影响复习。 然而,高考那天,我姐自己打过来了。 我妈疯了。 文文,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在考场里吗? 我姐在电话那头哭着说,妈妈,你舅舅爸爸吧,她被警察抓走了。 据说,我爸在学校攻击了一个学生。 他一个岔声,把我爸气得不行了我爸才动手的,我妈还是决定去一趟。 毕竟谁家正常孩子会错过高考啊? 他爸又不是死了,我们连夜坐飞机回了替市。 回到原来那个家,发现这里已经和当年大不一样。 客厅里塞满了我姐的各种奖杯、奖状, 还有和各位学术大拿或者是名人的合影。 怎么说呢? 第一次见这种荣誉如垃圾堆积的场面,而且很久没擦灰, 进门那个味儿就一言难尽。 至于我姐,她很漂亮,但是很苍白,眉头皱着, 总有一种不舒展的感觉。 她盯着我,问我妈,你怎么把她带来了? 我妈愣了一下,总不能让妹妹一个人在家。 我姐很气,你知不知道我现在都要崩溃了? 你知不知道我这段时间经历了什么? 我妈也生气了,你经历了什么? 是我,或者你妹造成的吗? 她说是,沾上这种智障就是不幸。 我爸就是被那些智障害的。 我第一时间来关心我的感受。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我摇摇头,妈妈我没事的,甚至对她有点怜悯。 好惨哦,摊上那么一个爸爸,小小年纪就已经是个颠婆了。 妈妈,我去找小敏玩,给我点钱。 我妈力所转账,我溜了。 临走的时候,还听见我姐在里面哭得震天响。 小敏是我小时候的好朋友。 以前,我妈忙着上班,打官司,抢我姐的抚养权的时候,我经常在她家吃饭。 隔了三四年,一见面,我们就认出来了。 隔着老远,她就冲过来,找我对暗号,马卡巴卡。 我,无稀嫡稀,哈哈哈哈。 然后,我们俩就拉着手,转了一会儿圈圈。 小敏推开我,好了,我现在是正经人了。 我熟门熟路地跟着她回她家去蹭饭。 小敏妈妈也对我表达了热烈的欢迎。 她问我,小咪咪,考得怎么样? 我说,考得还可以。 我上重点了。 小敏妈妈一脸怜爱,放心,阿姨知道你不是智障,你不用吹牛。 我们小敏可机灵了。 然后问我要吃大肘子还是烤鸡,等小敏妈妈进了厨房忙碌。 我莫名其妙地问小敏,为什么说我吹牛啊? 我没有啊。 小敏的眼神瞬间瞬间怜悯。 我,她说,你还记得不,以前他们都说你是智障。 我当然记得呀,那时候我是著名的智障。 先是我爸单位,然后蔓延到我妈单位,然后是我们小区,然后整条街。 小敏说,每天睁开眼就听见你在楼下跟人家吵架,说你不是智障。 举例子,你得了三好学生,巴拉巴拉。 用小敏妈妈妈的话来说,这咋变,变不了,就跟好人进了精神病院似的。 我恍然大悟,哦,所以以为我吹牛呢? 小敏摸摸我的头,都过去了。 我大怒,我没吹。 我真的上一中了。 我比录取分数线,多考了一分。 小敏都惊呆了,真的吗? 我不信。 我俩在客厅里一顿撕吧。 直到小敏妈妈喊了一声,吃饭了。 小敏妈妈做了一桌子大菜,还打电话叫小敏爸爸回来喝两杯。 几十年邻居,我爸倒霉了,他们硬是有了一种大仇得报的感觉。 饭桌上就可尽聊啊。 他们说,我爸打断了学生鼻梁鼓,板上钉钉地故意伤害。 法律层面上是这么说,道德层面更是雪上加霜。 对方出具了抑郁症的诊断证明,按理来说,学习下降也情有可原。 我爸为人师表,动辄言语侮辱攻击他,说他是垃圾、废物、智障。 小敏妈妈说,该。 合着全世界就他最聪明了,见谁都说人家智障。 很明显小敏也是受害者之一。 说到他可能被停职,那夫妻俩还快乐地干了一杯。 但是小敏妈妈问我,小迷迷,你妈这趟回来,不会是来唠她的吧? 小敏爸爸说,那不能够。 别说张老师没这个本事,有这个本事,凭什么唠她呀? 说完,他们夫妻俩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小敏,是不,我这吃着人家的大肘子,很懂是地点点头。 叔叔阿姨,你们放心,我有消息,马上来告诉你们。 小敏爸爸,哎,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小敏妈妈,对对对,就是,就是常来吃饭哈。 我妈妈,常来,阿姨给你炖大肘子,我嘴里的还没咽下去呢。 小敏爸爸又道,那不得腻了,明天给孩子炸拳鸡,托我爸的福,我有好吃的了。 我说了,我妈是为我姐来的。 她总觉得我姐的情绪太不稳定,怎么能因为这种事错过高考? 所以,她想带我姐去看一下心理医生。 谁知道我姐破房了。 她说,你把我当那种智障,也会得那种所谓的抑郁症。 我爸就从来没这么说我。 要是没有我爸,我就不活了。 我妈不敢轻举妄动,只能跟着她一起去派出所跑调解。 不过,我妈也明确告诉我了,你姐是我的烦恼,不是你的。 你能自己玩开心,就是帮大忙了。 我心想,那不行,我得去吃瓜呀,不然我哪有脸去小敏家吃肉。 于是我还是每天乐此不疲地跟着我妈去派出所,看我爸那个癫功。 她是真的癫。 甚至还在派出所大放厥词,我是她的老师,可能我的方法过激,但是我是帮她认清她自己。 这些消息被我一股脑地倒回了小敏家。 小敏爸爸笑得捶桌子,这要不是在派出所,高低得给她打骨折。 可小敏妈妈问了一句,她胡说八道的时候,那个学生在不在啊? 我说在的。 小敏妈妈瞬间开始可怜人家,哎,就这样还为人事表呢? 气氛突然变得有点凝重。 小敏爸爸说,这种人就该坐牢啊。 小敏妈妈踢了她一脚,朝我的方向挤挤眼睛。 这小动作也太明显了。 小敏妈妈试探提出,这个派出索尼也不是非去不可的吧。 在家跟小敏玩多好啊,我给你们买大西瓜,吹空调。 我狂点头,嗯嗯,那我不去了。 其实,我对我爸没什么感情,也没什么心理负担。 但是西瓜空调有点吸引人。 这个瓜也不是非要到派出所才有的吃。 那天我跟着小敏一家三口在楼上就吃到了。 我妈和我爸在小区吵起来了。 先是我爸的嗓门把我们吸引了到了窗边。 我是他老师,他智商低,还不让我教育了。 我妈都要疯了,人家孩子只是想要你一个道歉。 她说,她也配。 她什么东西,一个智障还要我道歉。 智商低就是智障低,我连我女儿都照骂不误。 我妈吼,够了。 不要提小米。 她还在小区对着我妈破口大骂, 说我妈就跟那些溺爱孩子的父母一样, 不肯认清现实,不知道自己孩子的深浅。 当时,我和小敏家爸妈在三楼一人抱着半个西瓜往下看, 我妈突然扶至心灵一般,回过头惊恐地看了过来, 吓得我一低头缩到了窗户底下。 那天,我妈打了我爸一巴掌。 我爸可厉害了,扯着我妈又去了派出所, 硬是讹了我妈两千,才肯和解。 那天晚上,我妈没来接我, 但是我在小河边找到了她。 她问我,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说不新鲜,她刚离婚那阵, 每天白天出去战斗,晚上她都在这儿。 我妈突然说,我不是一个好妈妈。 啊? 她陷入了疯狂自我否定中。 你只是跟我有一点不一样, 我就不会教了,还得请人叫你。 我情绪也不稳定,像你爸说的, 我们搞文学的就比较容易冲动。 我还,我总算反映过来是怎么回事了。 肯定是今天她去派出所, 不但痛失两千巨款, 还被我爸给扎心了。 我爸就是这样, 他就喜欢用一些莫名其妙的逻辑 把别人说得一无是处。 比如,他经常说, 我妈文科生没脑子。 好惨啊,有这么一个前夫。 我走过去抱着他, 妈妈,我爸是癫老。 癫老说的所有话都是屁话。 我妈愣了一下, 然后扑斥一声笑了。 我一看,笑了呀, 赶紧再接再厉。 妈妈,等我们回去就好了, 你会高高兴兴的。 那时候我还小, 没办法更精准地表述我的想法。 我只知道, 我妈好像又回到了离婚前的状态, 很糟。 但是她又天才又漂亮, 每天开开心心地多好啊。 只要别靠近那个癫老就好了。 就在我急痴白脸地想着 怎么哄她开心的时候。 她突然下定了决心, 问了我一个问题。 小米,你还记得, 你九岁的时候, 在你奶奶家的时候吗? 我点点头说记得。 她说, 那,你爸带你出去的时候, 你姐姐在干什么? 我说, 她在看啊。 那一瞬间, 我妈看起来要碎了。 她垂下眸, 我的基因有问题吧, 生出这种女儿。 我顺嘴接了一句, 别闹, 你要说她像你, 我爸第一个不同意。 我妈笑了一下, 低声道, 小米, 对不起, 妈妈不应该因为你比较懂事, 就自欺欺人, 忽略你的感受。 不过你放心, 从今天开始, 我会做一个坚强的妈妈。 我妈决定, 明天就带我回去。 当天晚上, 她就带着我回酒店去收拾东西了。 明天得请小敏家吃顿饭, 然后再带你们俩一起去游乐场玩一晚。 毕竟我最近在他们家蹭吃蹭喝。 我说, 好啊, 我们还商量好了去哪个游乐园玩什么, 吃什么。 然后大半夜的房门被人砸响, 我姐来了。 我姐哭得很崩溃, 爸爸去打听了, 八成要被停职了。 这话说得我妈也猛逼, 她动手打了抑郁症学生, 应该早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了吧。 我姐接受不了, 说什么抑郁症, 就是死妆。 我妈皱眉, 文文, 你要尊重别人。 她试图给我姐解释抑郁症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挺好笑的。 我姐都多大了, 还会不知道这个。 果然, 我姐说, 我不需要理解这种又蠢又无能的人, 我们以后的生活根本不会有交集。 我妈头痛地道, 你真是被你爸教坏了。 我姐突然提出, 妈妈, 你回来带我吧。 哦, 原来这才是她今天来的目的。 我悄悄竖着耳朵听。 我妈说, 我和你们爸爸的分歧太大, 强行在一起的话, 对你们俩都没有好处。 可我姐说, 那就把妹妹送去奶奶家。 那一瞬间, 我妈沉默了, 我姐自顾自地在那分析, 妈妈, 我知道是我不要你, 你才带妹妹的。 现在我想好了, 我要高考, 爸爸要找工作, 我需要你。 我都笑了, 你也太自大了。 明明我妈超爱我的好不好, 可我姐比我还自信呢, 她看着我妈, 妈妈, 您说呢? 我妈的表情已经肉眼可见地生气了。 那你搞错了, 其实我一直比较喜欢的是你妹妹。 我姐的表情一下就变冷了。 她说, 我爸说我以后一定会拿诺奖, 我能改变这个世界。 到时候, 我的感谢名单里没有你, 你可不要后悔。 我妈没管她, 之前订好的计划照旧。 第二天, 我们和小米一家三口, 一起出去玩了一趟大的。 从早上出来玩到夕阳西下。 饭桌上, 小米妈妈终于信了我, 终于考上了一中。 她说, 我就说嘛, 这孩子打小就聪明。 哈哈哈哈。 我妈谦虚地说, 优点是抗挫折能力很强。 家长在一起, 难免聊起孩子的未来。 小米妈骄傲地说, 她说以后要去讲相声。 哈哈。 我妈扭头问我, 那你呢? 我说我早就想好了, 我以后要考军校, 保卫人民, 报效国家。 小米听得热血沸腾, 一边拍桌子, 一边倒, 考。 加油啊, 马卡巴卡。 嗯, 你考吗? 无稀嫡稀。 小米, 不行, 我吃不了那个苦。 她妈夸, 我们家孩子, 多有自知之明啊。 她爸也夸, 就是, 从小就知道自己适合什么。 我妈看着那心宽体盘的夫妻俩若有所思。 回去以后, 我妈问我, 我的马卡巴卡什么时候已经有梦想了? 我说, 六年级看国庆宴兵的时候。 妈妈, 每个人都有梦想的。 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是当老师吗? 她一脸便秘的表情, 呵呵, 显然不是。 我说, 不喜欢的话就辞职吧。 我妈诧异地看着我, 你马上上高中了, 而且你姐姐的抚养费也得给。 我是想创业, 可如果创业失败, 他们都会笑话我。 我说, 我从小就被人家笑啊, 不可怕的。 她, 我又给她分析, 现在我跟家教老师相处得挺好, 我姐那边又只要钱。 你完全有这个经历啊。 我妈觉得有道理, 可是她还是很犹豫。 你看你妈, 像能开公司的人吗? 我大吃一惊, 为什么不能? 妈妈你好厉害, 好聪明的。 于是不久以后, 我妈就辞职了。 她找了以前的校友, 去创业搞传媒公司了。 我妈去创业, 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竟然是我爸。 彼时, 因为学校施压, 她道歉赔钱又被停职, 正处于找工作的阶段。 高不成低不就的, 还要管我姐复读的事情, 弄得十分狼狈。 当得知我妈在创业的时候, 她打电话来把我妈骂了一顿, 你一个搞文学的, 创什么业? 又来了, 她神经病一样的学术笔试炼。 好在我妈现在不吃这套了。 她说, 你看不上我们搞文学的, 你又研究出什么大成果来了? 这话让我爸大为破坊。 我是为你好, 好好的工作不干, 还去创业闹笑话, 连文文的脸也被你丢了。 我妈毫不留情地对了回去, 能有你丢脸。 人到中年, 一个科研瓶颈迟迟不能突破, 现在连高校工作都丢。 科研梦碎了吧? 你还能干点别的吗? 说完也没给我爸骂回来的机会, 直接把他拉黑了。 但我爸现在很不爽, 他自己一事无成的时候, 就看不得前妻大展红图。 于是, 他又生了一个奸计, 教我姐给我妈打电话。 妈妈, 你能不能不要创业了? 现在是我复读的关键时刻, 我们一家应该团结起来, 一起支持爸爸的工作, 我妈当然拒绝了。 但我姐的话, 让她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本来创业压力就大, 她每天长虚短叹, 头发一把一把地掉, 夜黑风高。 那天, 趁我妈喝大酒喝猛了, 我姐又打了电话来, 被我接了。 我姐的做做地哭声传来, 妈妈, 我, 哎。 她顿了顿, 然后哭声瞬间消失, 你干什么? 把电话还给我妈。 喝, 我妈睡得呼噜震天。 我直接骗她, 恭喜你, 我妈决定要带着我回去了。 她冷笑一声, 这是当然的, 她对你这个智障只是责任。 我说, 如果我们真的回去了, 你的好日子就来了哦。 我会每天都打你, 在你学校门口蹲你, 在你放学路上等你, 还有你最好不要睡觉, 你一睡着我也会溜进去打你。 她说, 你敢, 我敢呢, 我已经不是八岁的我了, 现在我的拳头跟沙波一样大, 你要不要试试。 电话那头安静了, 过了一会儿, 传来挂断电话的盲音。 从那天以后, 我姐很长时间没打电话来了。 无她, 怕我妈真的带我回去了, 影响她复读。 有时候, 人生也需要一点运气。 像我妈的创业搭子金叔叔说的, 你前夫和你大女儿, 克你的财运。 那俩安静以后, 我妈原本半死不活的事业, 就高歌猛进。 她终于, 从张老师, 变成了张总。 人忙着搞事业的时候, 是没有太多世俗的烦恼的。 比如曾经偷听到她和金叔叔说, 有钱之后, 亲子关系也可以变得简单得多, 原来有一些儿女债, 真的是字面上的意思。 可惜我人到中年才明白这些。 我也不太懂, 但我妈荣光焕发, 开开心心, 就很好。 过了几年, 我也高考了, 报心仪的军校。 过程一波三折, 先是文化考试过了, 我妈都已经开始选酒店庆祝了。 结果军舰复舰的时候, 被查出扁平族, 又被刷了。 我还好, 只是有点意外, 但我妈气哭了。 我妈抓着我的脚, 表示不能接受, 这怎么就扁平族了? 有族工啊, 偏偏这个时候, 我爸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消息, 竟然打电话来嘲笑我妈。 他说, 你不仅仅生了个智障, 还是个残疾。 这些年, 情绪越来越稳定的我妈 突然就气疯了。 他蹭得一下站起来, 开始疯狂骂我爸。 那一刻, 文学博士的威力 算是发挥出来了, 他引经据点, 足足骂了我爸十几分钟。 我爸把电话挂了, 他还打回去骂。 后来, 我姐接过了电话, 她说, 妈妈, 你别这样, 我害怕, 我妈稍微冷静了一点。 然而, 我姐下一句就是, 我知道你担心妹妹, 她脑子本来就不灵光, 就靠四肢发达, 现在连身体也不好。 当时, 我眼睁睁地看着我妈怒发冲冠。 原来人生气的时候, 头发真的会竖起来的。 我姐还在那说, 妈妈, 其实, 你不该赌气去期待妹妹。 我妈深吸了一口气, 你, 管好你自己。 说完就把手机砸了。 我妈看看手机, 又看看我, 有点尴尬。 这几年, 我们家张总一直在发誓, 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妈妈。 她还在说, 小米, 妈妈一下没控制住, 你别害怕, 我有点想笑。 张总又开始装模作样了。 妈妈, 读不了军校我可以干别的。 我可以跟小敏搭档去讲相声。 然而就这句话, 让她崩溃了。 我妈抱着我大哭, 妈妈相信你不管干什么, 都能干得很棒。 可是妈妈想要你实现梦想。 不行, 我不信我这么乖的女儿 会这么倒霉。 我抬手擦擦她的眼泪, 去讲相声也是我的梦想之一。 不然我现在给你讲一段。 我妈终于不哭了, 还露出了一点笑容。 她说, 是我这个当老妈的失智了。 因为她突然想起来, 这是负检。 扁平足这么明显的症状, 怎么可能之前检查不出来。 第二天, 她就带我去体检, 然后又去申诉, 再检。 终于, 我们被通知。 体检报告拿错了。 我, 被录取了。 其实我私心里, 也是松了一口气的。 一回头, 发现我妈疯了。 她在公司来回奔跑尖叫, 我家小米考上了。 她不是扁平足。 我看着她笑个不停。 其实她一直是个情绪上会大开大核的人。 小时候, 我写的最好的一篇作文, 题目就叫, 我有一个开心的妈妈。 就是现在, 公司的哥哥姐姐们都说, 张总好热情, 好有活力,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压抑自己。 她这个样子, 让我有点想起她当年的样子了。 那是我童年最美好的画面。 我妈终于放飞自我了。 她给我的升学宴上, 就搞了好大一个牌面。 不但请了全公司, 客户, 她所有的亲戚朋友, 以前的前同事, 小区可能熟, 可能不熟的邻居。 我从六年级开始的家教, 老师, 学校领导也单独安排了一桌。 不夸张地说, 路过的狗她都想拉进来吃席。 遇到我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 她冲过去拉着人家就聊。 小黄老师, 您改变了我们家小迷的一生啊。 将育业, 有您这样的神仙老师, 真是莫大的幸运, 把我那小班主任说得都茫然了。 诶, 我只是个普通小学老师啊, 本来我妈挺开心的, 直到我爸带着我姐高调出场。 众目睽睽之下, 我姐走向我, 对我说, 妹妹, 恭喜你。 虽然不是九八五, 但对于你来说, 考上本科已经是奇迹了。 我说, 没关系的大傻薄一, 我也不喜欢你。 她一脸震惊。 我寻思她震惊个什么劲儿啊, 人都是会长大的, 她不会以为我还像小时候一样笨嘴捉舌, 只能被她阴阳吧。 她倒是还像小时候那样, 一旦对方露出锋芒她就不敢正面刚了, 跑去找我罢了。 这些年我们和她们差不多处成了网友, 所以我妈这边的人认识她们的不多, 倒是知道我妈有个前夫, 还有个大女儿。 现在见上面了, 客气寒暄地打听了情况。 我爸骄傲地跟人家说, 她读的是T大。 虽然学校不算太好, 但是国奖已经拿了好几个了, 别人还以为她谦虚呢? 那是张总的母校啊, 顶尖学府呢, 您真是太谦虚了。 我爸道, 全国排名第三, 算什么好学校。 人家哈哈大笑, 您可真幽默呀。 我叹了口气, 她不是幽默, 她是有病啊。 正想着怎么办呢? 我妈心情已经肉眼可见地变差了。 她的工作搭子金叔叔还在旁边拱火, 我说了这两个人克你, 说不定还克咱小迷呢? 我妈以前不迷信的, 做生意以后越来越吃这套, 又更不高兴了。 本来以为他们俩就是来当闲眼包。 然而, 我去上厕所的时候, 突然被我爸堵在了厕所门口。 他单刀直入, 小迷, 我想跟你妈复婚。 啊? 我爸静自畅想, 国内的教育环境不好, 我打算带你姐出国, 我在国外当老师也会更好。 翻译, 你姐在国内混扑了, 还有我在国内也混得不好, 打算一起润。 他又说, 你妈这个破公司, 挣的钱也够了, 反正没什么高度, 不用开了。 翻译, 你妈赚了很多钱, 正好我们也没钱, 想来一起花。 他还说, 让他跟我们出国, 一起丰富一下精神世界。 翻译已经死了, 最后他看向我, 因为你, 你妈离开我和你姐姐七年了, 你应该感觉到愧疚吧? 现在, 我给你一个机会, 你去说服你妈妈。 我倒抽一口冷气, 我妈不会跟你复婚的。 他说, 你的灵魂都是胖臭的。 我爸, 我嫌弃地看着他, 家里要是没镜子, 总不至于尿都是哑光的吧。 他气坏了, 你说话怎么这么粗俗呢? 我说, 话操理不操, 你的智商能听懂就行。 还有, 我警告你, 别在我升学宴上搞什么幺蛾子。 我打你是有伦理压力, 打我姐可没有。 他气跑了, 我是不想搅了我妈的心, 不然我今天高低给他一嘴巴子。 然而, 我一进雁厅, 就听见金叔叔在跟我妈屈去, 你前夫把我们小迷堵在厕所门口, 说要跟你复婚。 我, 好家伙, 我妈直接又怒发冲冠, 眼看我妈连蹦带跳地进了厌厅, 我赶紧跟了进去。 正好遇见一个叔叔问我爸在哪里高就。 我爸脸色不好看, 说本来在某大科技公司做顾问, 最近刚辞职了。 那叔叔愣了一下, 呀, 这可是国内顶尖的大公司了, 怎么辞职了? 我爸说, 培养一个像文文这样的天才是需要付出很多的。 我就不像张总, 反正这个小迷也就这样, 他大把的时间投资自己。 原来我妈能成功是因为我平庸。 我爸不觉得自己说得不对, 可是人家表情明显不对了, 他能看出来。 所以他又补充, 军校, 以后当兵, 这都是炮灰基层人物, 上不了什么台面的。 我妈直接冲了过去, 我, 难道他要动手了吗? 然而他只是冲上了台, 抢过了正在表演脱口秀的私仪的话筒。 今天是我女儿张迷的升学宴, 我有几句话要说。 我爸很淡定, 领着我姐坐下了。 可知母墨若女, 我妈现在这个表情, 有一种平静的风感。 果然, 她激情开喷了。 她下一句就是, 我女儿张迷的成长很艰难, 因为她有一个傻逼爸爸。 我爸猛地站了起来, 然后满堂宾客哄堂大笑, 那是一种吃到瓜的愉悦。 她又手足无措地坐下了, 蹦着一脸装淡定。 我妈说, 我前夫有严重的人格缺陷, 非常狂妄, 自大。 遇到科研瓶颈, 回家就辱骂, 嘲讽我的女儿。 下面渐渐不笑了, 万籁俱寂。 我爸和我姐脸色铁青铁青, 但我妈在笑, 智商高有什么用? 一群猪, 隔三差五, 还能测出一两个智商超群的呢? 我姐直接气哭了, 在台下冲她大喊, 妈妈。 然而我妈有话筒, 可是我的女儿张弥, 她依然乐观开朗, 她依然热情善良。 她说, 她的梦想是保卫人民, 报效国家, 带逐出好损, 说的就是我家小弥。 我站起来给大家鞠躬, 大家好, 我就是好损。 金叔叔带头大笑, 一边狂拍我的肩膀。 我妈又说, 有些人, 在羞辱家里的小孩的时候, 不想想你自己是什么德行吗? 搞个科研, 直接死在瓶颈。 当老师, 对抑郁症的学生重拳出击。 当丈夫, 也是一言难尽。 当爸爸, 更是当到我想报警抓他的地步。 到现在进入社会, 也一事无成。 说着, 他还冲我爸的方向, 举了举酒杯。 眼看我爸跳起来了, 被金叔叔冲过去按住。 大庭广众之下, 只能惊慌失措地, 听我妈继续在台上羞辱他。 我妈微微一笑, 我是T大博士, 可张弥小时候, 我给他辅导作业, 他数学都没有考过三十分。 说这句的时候, 他朝老师们那桌举了举杯。 那些带过我的家教老师, 还有我小学班主任, 一个个都笑咪咪的。 小时候他被人欺负, 也是他自己打跑那些人。 差点被他爸扔了, 他自己走了两天一夜找回家。 我这个妈妈不但帮不了他什么, 甚至还经常要他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我妈话锋一转, 又开始内涵。 我为他做的唯一一件有用的事, 就是离婚, 带他离开了他那个无能庸碌又脆弱的爸爸。 没人规定小孩一定要当什么神童, 考多少分。 如果你这辈子最高光, 就是那张学位证书, 那你也太不幸了。 总之, 张弥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小孩, 谢谢这么优秀的你来当我的女儿。 那天我妈妈的酣畅淋漓, 我爸在大家的掌声中直接气跑了, 金叔叔不知道为什么哭得稀里哗啦。 那天玩到深夜, 金叔叔送我们回家的时候, 发现我姐蹲在门口, 她委屈得像一只被抛弃的小狗。 妈妈, 爸爸先走了, 金叔叔回头看着我妈。 我妈甩了甩头, 酒醒了, 进来吧。 金叔叔吐槽, 死庄。 但庄也没办法, 谁让她也是我妈的女儿。 我妈再一次鼓起勇气, 试图跟我姐沟通, 她是不赞成我姐这个阶段去留学的。 替大士国家顶级学府, 你遇到的, 大多数都是和你一样, 甚至比你更有天赋的孩子。 你现在成绩不好, 只是有了落差感, 只要调解一下, 我姐哭着说, 妈妈,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把我妈说得愣了一下。 不是, 我是客观分析, 你如果过不了你自己心里那一关, 换个环境也不会更好。 可我姐还是那套, 虽然这些年不是你带我, 可我也是你的女儿啊。 行吧, 看来还是没听进去。 最后我妈给了她一笔钱, 她心满意足地走了。 其实那天我妈是喝多了很累, 第二天早上醒过来, 有点反应过来了。 她跟金叔叔提起这事的时候吐槽, 估计是这些年没存款, 想出国了就想让女儿来我这里 搞点启动资金。 金叔叔说, 你别管, 两百万而已, 对现在的你来说算什么? 我妈皱眉说, 不是钱的事, 金叔叔又开始搞她的封建迷信。 你跟你大女儿是没有缘分的, 怎么为她使劲都没用。 你要懂得对亲情滤镜驱昧。 我妈一愣一愣地, 驱昧这个词还能用到亲情上啊。 当然, 因为血缘关系本身没什么大不了的。 其实我上了大学以后, 仅仅是比不过学校的男生, 在女生中都不算优秀。 我妈打电话来的时候, 我诚实汇报了这个情况。 她说, 哎呀, 那你得使劲练啊。 我说, 嗯, 现在每顿吃三碗饭来补充体力, 好拼命练习。 她又问我交到朋友没有。 我说, 有啊, 好多好朋友呢, 不对, 我们是战友。 给我妈听乐了, 好好好, 只要你不像你姐, 既然她都提了, 我就顺便问了一下, 最近跟我姐联系了。 我妈的声音听起来云淡风轻, 没有。 意料之中, 从此生活很平静, 我妈还真的做到了对亲情屈媚, 接下来的几年, 她都没提过我姐。 她开始投实业, 天南地北地跑, 不但黑了一大圈, 还理了个寸头。 她现在行事作风, 又变得大开大合的。 本来跟金叔叔约好要一起去爬珠峰, 结果因为金叔叔突然感冒了, 就被她扔了, 转而带着一群小鲜肉队员走了。 反正没人能让她停下脚步。 金叔叔真的, 我哭死, 她一点点都不生气, 还在山下给我妈和十三个小鲜肉做好了饭。 后来金叔叔试探地给我打电话, 问我同不同意她向我妈表白。 我是说, 你能接受我这个继父吗? 我哈哈大笑, 可以可以。 不过就一样, 你得等我暑假回来, 我要在现场见证你表白。 金叔叔不好意思地道, 你这个死孩子。 我才不是什么小孩了, 我今年都二十一了。 而且我懂, 看一个人跟你合不合适, 就看你们在一起的是什么样子。 从小我就看着我妈在我爸的戳膜下, 变得面目全非。 那后遗症甚至持续到离婚以后好多年。 但这些年, 那么多小鲜肉对张总而言都如同过眼云烟。 只有金叔叔和他相处的时间是最长的。 他们哪怕只是朋友, 我妈也日复一日地开朗, 甚至越来越有才华。 那不是灵魂伴侣是什么? 何况金叔叔性格好, 长得帅。 大三暑假, 我兴冲冲地回家, 打算见证我妈的人生大事。 可我还在路上, 就接到我妈的电话, 说她要出国一趟。 你爸惹了点事, 你姐状态不对, 我去看看。 回来以后, 找你金叔叔啊, 我让他都安排好了。 我说, 好的, 妈妈注意安全。 回到金叔叔家, 发现他喝得一塌糊涂。 我说, 金叔叔, 你也有点年纪了, 喝猛了就不帅了。 他快碎了, 他不让我跟着去。 我纳闷呢, 你就不会自己去啊。 金叔叔, 啊, 买不起机票吗? 金叔叔支冷了起来, 买得起, 两张都买得起。 我立刻打消了他的幻想, 叔叔, 我有军级的, 出国需要审批。 他, 我给他加油打气, 叔叔, 相信自己。 金叔叔说, 现在的情况比较复杂。 我爸在国外被学生捶进了医院。 没错, 之前他捶学生, 现在被学生捶。 你爸仗着学历和校友人脉, 出国混了个高中老师。 他本来心情低落, 但是说到这句的时候, 突然笑出了声。 其实, 我懂他狗屎一样的笑点。 我妈当初离婚, 从高校离职, 匆匆去当了高中老师, 他还对我妈大肆嘲讽。 结果他折腾一大圈, 也是去高中当老师吗? 这不是搞笑吗? 金叔叔见好就收, 没有笑太久。 那些凡人怎么配他这个天才教? 没多久, 又嫌人家蠢了。 倒是没敢动手, 只是不停地侮辱人家。 巧了, 那也是个有抑郁症的学生。 一听抑郁症, 他这个神仙更烦了, 因为他之前就是在这事上栽了跟头。 但他不知道, 人家抑郁症转双向了。 我, 双向情感障碍。 顾名思义, 兼有心境变高 和变低两极性特点。 低的是, 当然是抑郁低落。 高的时候吗? 那就直接狂造症了。 所以, 我爸锤断了三根肋骨, 伤及脏腑。 其实这事, 我妈也没打算管。 但是, 金叔叔忧心忡忡, 你姐, 可能也抑郁症了。 我听你妈的口气, 可能已经有人格分裂的症状了。 她提出了一个可笑的可能。 你妈不会为了你姐, 把你爸接回来照顾吧? 毕竟, 血缘关系在那, 没感情, 也有责任了。 我, 过了一会儿, 她又自圆其说。 没关系, 你妈说她灵魂胖臭。 我痛定思痛, 提出来一个想法。 叔叔, 你去求婚吧。 金叔叔吓死了, 啊, 这么激进的吗? 我说, 去我爸病床前求, 搞大一点。 如果失败了, 你就说是我让你去的。 金叔叔急到, 你叫我去, 有什么用啊? 这要是搞不好, 我跟你妈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我给她分析, 你傻呀, 我一直烦我爸, 我妈又不是不知道。 这我好不容易放假, 我妈还跑出国去了。 我气恼啊。 金叔叔恍然大悟, 所以, 我就说, 你让我去求婚, 是给她添堵。 我点点头, 嗯。 金叔叔夸我是个 诡计多端的好孩子, 然后快乐地跑了。 我在家吃喝玩乐几天, 收到我妈电话, 她数落我, 亏你想得出来。 哦, 求婚失败了。 我笑道, 妈妈。 跟我详细说说, 让我也爽一下。 我妈扑哧一声笑了, 你真是变坏了。 但她还是满足了我。 你姐正让我和你爸复婚呢, 你金叔叔抱着花就进来了, 是我期待的那个画面。 我没忍住, 又乐出了声, 嘎嘎。 张迷? 还笑? 我只能转移话题, 我姐没事吧。 我妈心烦地道, 我已经去给她申请精神证明了, 她这种情况, 根本无法自理。 等证明下来了, 我就能把她强制带回国了。 这倒是最省事的办法。 她犹豫着问我, 小迷, 你怎么想? 嗨, 这是她信了金叔叔的话, 以为我有意见了。 我说, 妈妈, 你知道我的, 有仇当场就报了。 这次委托了金叔叔, 我觉得她干得不错, 你得奖励一下她。 我妈, 行行行, 你俩就折腾我了。 挂了电话, 我感慨, 老金啊, 我就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这个假期, 我跟小敏出去玩了半个多月。 我妈才焦头烂额地搞定我姐那些事, 带着我姐回国了。 一回来, 就给她紧急找了医生, 四个护理, 塞进我家以前的一个房子里。 但是, 我妈只会跟医生沟通, 不会跟她多说什么。 我姐在家摔摔大打, 我真傻, 还以为你拿钱支持我出国是爱我。 可我现在才明白, 那点钱对你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事, 你就是应付我。 然而过往表现, 我妈认为她根本不需要母爱。 我妈也没信心跟她沟通, 因此, 她直接去喊医生过来调整药量。 我姐哭着说, 你放弃我了是不是? 你知不知道这样比杀了我还难受? 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她各种过激的反应, 就变成了医生病例上的一句话, 自残倾向, 并且会向我妈汇报, 会斟酌用药。 我观察了一段时间, 发现我妈的生活如旧, 她跟我通电话的时候, 甚至没有提起我姐。 还是半年后, 我主动问了一下, 我姐怎么样了? 好点了吗? 我妈有点烦躁, 她好不了。 啊? 我妈说, 你爸之前看病花光了积蓄, 去当流浪汉了。 我, 她这个人, 宁愿在国外当流浪汉, 也不肯让国内的人知道, 她在国外又没混出名堂。 我奶奶病重, 她也没回来缴费, 葬礼也没露面。 但是现在地球是个村啊。 她都被好几个以前的同事偶遇, 并拍照发圈了, 我, 牛波衣啊。 她小声骂了我一句, 才继续吐槽。 她们父女俩一个德性, 真的是一点挫折都受不了的。 前车之鉴就在那, 导致我妈对我姐非常灰心。 大学毕业之后, 我正是去海军报道前, 远远地看过我姐一次。 不礼貌地说, 我被吓到了。 她吃了一年激素药, 样子很可怕。 不但胖到两百斤, 脸上的毛孔粗大, 头发还一缕一缕地挂在头上。 但我妈说好一点了, 发病的时候少了。 再后来, 我出海, 生闲, 结婚不生子。 海上的生活太波澜壮阔, 过往的一切被我远远抛在脑后。 我32岁那年, 我爸死在国外了, 尸体在垃圾站被发现, 并且通知了我姐。 而这个时候, 我妈已经把我姐赶出去, 自力更生了。 其实她早就好了, 但她宁愿当神经病, 也不肯面对早已脱节平庸的自己。 可惜没骗过医生。 她倒也还算争气, 出去以后没多久, 找到了一个整理文书的工作。 我休年假回去, 恰好在她工作的地方附近, 遇见了她。 她迎面出来, 一眼认出了我。 我知道我现在黑皮大高个儿, 即使脱了海浑衫也很显眼。 而她现在是个胖胖的中年妇女的模样, 精神气还是很差。 见了我, 她立刻低头要走。 我喊了一声, 姐。 她的脚不僵住。 那一瞬间, 我的心情很复杂。 其实, 小时候, 我爸第一次骂我智障, 是他帮我兑回去的。 可他不知道, 那时候, 我爸已经为科研瓶颈封了。 他被我爸打了一巴掌。 我爸掐着他的脖子, 告诉他, 你再跟这种智障在一起, 你以后也会变成社会的垃圾, 知道吗? 小时候, 我恨他。 恨他为了取悦我爸, 模仿我爸的样子欺辱我和我妈。 后来理解了他和我爸一样懦弱, 只是用母亲和妹妹做家庭生物链的垫脚石。 但我依然非常讨厌他。 现在, 我爸死了。 我突然释然了。 好像开过的又败了的那朵花, 又重新开了。 但我对他的善意, 也只有一句, 没什么丢人的, 你别像爸一样。 能和平常一样的东西。 topics是再次辞联, 不敢说你和我的宣传。 我跟我说你。 感谢观看